第十九课 我觉得他说在点子上了 嘿 小林 你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哦 是小刘啊 你来看 这儿有一篇文章 说的是北京的污染和环境保护的问题 他说应该下大力气 彻底整治北京的环境 要不北京就危险了 我觉得他说在点子上了 没错 以前大伙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环保这根弦 走了不少弯路 现在好了 从上到下都把环境保护当成头等大事了 要是早点动手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 就不至于输给悉尼了 这次北京申办成功 跟市政府这几年肯抓环境问题是分不开的 什么事光唱高调不行 得真干 对 不能像以前似的 说完之后就没下文了 更不能搞一阵风 你看咱们门口那个早市 把整条胡同弄得乱七八糟的 整治过好几回 可每回都是走过场 根本没解决问题 这几天我看见好几个早市都撤了 马路旁边的违章建筑也拆了不少 要是那样感情好 就怕是你前脚拆 他后脚盖 什么是嘴上说说和实际去做 是两码事 说说容易 真去做就难了 对 有的时候上边的政策挺好 可下面的人不干 常常是做做样子就完了 就像老张那样的 什么事到他们手里都没个好 昨天看见你和老张吵得那么厉害 我真是倒吸一口凉气 这么多年 我还没见过谁敢跟他吵呢 不过 你在那么多人面前接他的老底 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留 他不恨你才怪呢 说不定哪天就给你双小鞋穿 我在旁边给你使眼色 让你别说了 你看见没有 看见了 其实开始的时候 我不想跟他吵 可他以为我怕他 想给我来个下马威 气得我不管三七 二十一就跟他干上 也算是替大伙出了一口气 当心他们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要是饭碗都砸了 看你还能说什么 我不怕他们 大不了把我开除 可是他们敢吗 说穿了 他们还是心里有鬼 那倒是 那起豆腐渣工程的事 到现在还没解决完呢 不过我劝你 你跟老张吵归吵 工作可别马虎 那当然 再怎么生气 也不能拿工作当儿戏 最好还是改改你这炮筒子脾气 说话讲究点方法 无所谓 好吗 谢谢大家 好